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凯特米德尔顿带着孩子们出席公众活动的时候 王室宝宝们既听话又懂事 显得极有教养 那么凯特王妃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想她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她的保姆玛丽亚·伯拉洛 路易斯赫伦专写了一部关于玛丽亚·伯拉洛如何在剑桥夫人家中工作的书籍 并将她形容为英国最好的保姆之一 伯拉洛女士出生于马德里 在巴斯的诺兰学院接受教育 这是最富生民的保姆培训机构之一 凯特和威廉的孩子们必须遵守伯拉洛女士制定的严格规定 包括晚上七点的就寝时间和不断推出的新食品 有这样一种说法 如果你有落男保姆 你就不会有挑剔的时刻 赫伦照介绍 伯拉洛女士会给孩子们提供很多的户外活动的机会 以呼吸星星的空气 她会带孩子骑自行车和狗狗玩耍 以及兼行园艺活动 她非常喜欢通过游戏来教孩子们知识 虽然孩子们的手上可能沾满了泥土 变得脏兮兮的 但是她学会了如何种植 伯拉洛女士总是穿着棕色的制服 看起来相当的老套 但是她的育儿理念却是与世之近的 有伯拉洛女士在任何场面都不会混乱 当凯特王妃一家人走下飞机时 孩子们会牵着妈妈的手 微笑地向人群挥手 他们不会哭泣或者发脾气 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完全要归功于伯拉洛女士 她的侄子之一就是让孩子们为官方活动做好准备 以及教会她们正确的行为举止 她会这样对孩子们说 这是你向爸爸妈妈展示你有多么棒的机会 你要微笑并且真诚地对他们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到里面去玩了 玛丽亚伯拉洛女士会知道皇家日程安排 并向孩子们解释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如果孩子们参加过皇家宴会 那么他们心里会非常激动和期待 此时让孩子们上床睡觉 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据了解 伯拉洛女士被视为一名家庭成员 而不是员工 她与凯特王妃的关系更像是朋友 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红时三个孩子也非常喜欢她 很乐意听保姆的安排 伯拉洛女士会讲六种语言 包括法语和西班牙语 她平时也会以不同的语言 与孩子们交流 让孩子们更早地接受多语言教育 想要成为诺兰学院的保姆 必须在该学院完成长达三年的培训 他们的技能包括逃避驾驶和防身术 这些技能都是为了防止孩子们消受袭击 当然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 那么聘请这样一位保姆需要多少费用呢 据报道他们的最低报价从26000英镑起 海外护理的费用甚至可达到了79000英镑 果然不是普通家庭可以消费得起的 梅根和凯特两位王妃 可以说是目前深受大家关注的两位王妃了 梅根前不久带着哈利和儿子阿琪 一起定居美国之后 基本上也是回归了一段时间没有聚光灯的悠闲生活 本来觉得梅根应该就是很喜欢这样的安静生活吧 但是近日呢 在凯特女儿也就是夏洛特公主生日的时候 没有想到梅根也是紧跟着发了自己儿子阿琪的最近动态 看来梅根还是很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的 近日是夏洛特公主的五岁生日 肯辛顿宫发布了一组女儿的最新照片 可以看到夏洛特在生日当天做慈善活动 五岁的夏洛特当天身穿了一身灰色的连衣裙造型 上半身选择了一件娃娃领子 连衣裙 这样的娃娃连衣裙呢 真的是超级适合夏洛特的 一张肉肉的小脸搭配上这身娃娃裙 简直太可爱了 下半身 夏洛特还搭配了一条同色系的打底裤 脚上搭配了一双黑色的小皮鞋 看起来超级可爱呆萌 虽然夏洛特才五岁 但是看到她手里拎着一大粒面 为疫情期间隔离的弱势居民送餐的时候 真的感叹这个小女孩被教育的太好了 虽然才小小的五岁年纪 但是夏洛特手里拿着送餐 一边敲门为居民送餐的样子 你会感觉夏洛特公主呢 看起来很懂事乖巧 这个应该也是和凯特平时对女儿的教育息息相关的吧 怪不得女王真的好喜欢这位小公主 94岁的女王每次先身 也是给人一种非常高贵气质的感觉 在穿搭上呢就不用多说了 女王每次的搭配色词和搭配都非常到位 一身绿色的礼服裙搭配同色系的帽子 帽子上面呢还点缀了紫色的小花 这个奶奶真的是很精致 女王望向夏洛特的眼神 真的是满满的爱意 凯特和威廉王子 本身就非常亲密和深受大家喜欢 加上这次疫情的时候 两位作为皇室年轻的一辈 也是主动站出来挑起大梁 这次的行动更是稀粉无数 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 每次带着三位宝宝一起出来的时候 那个场面啊真的是温馨幸福呀 再来述说梅根 其实梅根的儿子阿琪的出生 生日呢在夏洛特后面四天 本来之前梅根一家搬去加拿大后 生活不是特别顺利 后来又搬去了美国 梅根和哈利在美国找工作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前不久梅根带着哈利一起 为民众送餐做公益 回归普通人生活的梅根和哈利 即使出去做公益 得到的关注度也没有之前那么的高 所以那时候梅根就动脑 为儿子做了一个服装品牌 不料刚要开始大展身手的时候 疫情出现了 所以不得不暂时搁置一段时间 而刚好是这一段空闲时间 梅根也少了关注度 这时候呢 梅根正在为四天之后 儿子阿琪的生日憋大招呢 主动晒出四天之后 阿琪会有最新的照片 却没有想到被夏拉特公主的生日 给提前截胡了 梅根真委屈啊 用儿子阿琪生日憋大招 却被凯特女儿截胡 不甘心 回想梅根刚刚生亡儿子阿琪的时候 女王超级开心 一家三口啊 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不过梅根一直想要过普通人的生活 所以带着老公儿子一起定居美国之后 但是这一次的操作啊 却让人有一点迷惑了 前几天 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结婚九周年纪念日 梅根又在这个时候蹭热度 轻松的抢走了凯特的风头 梅根加入王室以来 周里之间的矛盾似乎都没有停过 而梅根似乎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一个做法 经常在凯特的一些关键时刻抢风头 梅根在凯特结婚九周年纪念日视频亮相 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高贵样子了 梅根退出王室之后变化也太大了 这完全就是大妈的形象了 梅根在美国也是多次的做公益 免费给有困难的家庭送外卖 得到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大部分人都说梅根又是在做秀了 梅根全副武装拖着哈利一起去送餐 哈利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而哈利其实内心非常挣扎 前几天和朋友诉苦说 非常想念军队 想念之前的生活 而梅根则是各种和朋友抱怨 王室对她的不公平 其中自然又提到了凯特王妃 说王室一直以来都有偏谈凯特王妃 这让她觉得非常不爽 其实对于这些凯特一直都是保持沉默 而这次凯特也总算是忍不住了 接着夏洛特公主生日之际 给梅根来了一个回马枪 肯西顿宫发布了夏洛特公主 跟着父母一起去送餐的场景 这样的情形呢 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凯特王妃和威尼王子并没有露面 只让小兽星夏洛特小公主露面了 凯特这样低调做公益 和梅根高调做秀 形成了太强烈的对比 确实给梅根来了一个 措手不及的回马枪 凯特这招啊太高明了 夏洛特公主穿着一条黑色白色 格纹的木耳边的裙子 帮着父母一起做公益 夏洛特这样的举动呢 让人非常感动 其实这些啊都是父母教的好 而凯特王妃不用自己出手 夏洛特小公主这样的举动 就足以能够让梅根内心有所顾忌了 梅根尽管已经搬到了美国 但是从她和英国四家报纸的决裂 到她极度凯特王妃 一直以来都让人感觉到 梅根并没有因为退出王室而消停 梅根去送餐的高清照片瞬间火了 梅根的善心受到了很多人的表扬 而曾经是演员的梅根 网友说她这是在拖着哈利一起演戏而已 梅根如今变得好朴素 不知道她是否能够适应这样的普通生活呢 梅根一直不甘心 梅根想要在娱乐圈重新崇起 带着哈利一起 哈利可被追了 只能听老婆的话 如今和王室呢也是闹得很僵 梅根总是擅自的做主自己决定的一些事情 哈利完全做不了主 凯特带着王室三宝学梅根送餐 手里塞斯杠上 梅根彻底输了 夏洛特小公主已经五岁了 是不是觉得她越来越想责祖母了 没眼间也是想起了奶奶大纳王妃 凯特家的三个宝宝总是能给人能量十足的样子 这次哥哥乔治没有出镜 其实也是陪着父母一起送餐了 塞罗特小公主啊 也是一个大长腿 完全遗传了凯特的高挑身材 字幕装作者 李宗盛